台中市公车福利政策再升级 27号上午的市政会议当中 市长卢秀燕就宣布双十公车吃到饱 109年圆月上路 未来民众刷卡搭公车不仅10公里免费 109年开始超过10公里的车资上限 从原本的60块钱会降低到10块钱 要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同时达到低碳坚能的目标 台中市公车满街跑 10公里免费是市民的小确幸 博士长卢秀燕说这样还不够 市政会议中宣布双十公车吃到饱 109年圆月上路 也就是说109年起 超过10公里车资上限从原本的60元 未来通通只要10块钱 一个全台湾最优惠 最创举的一个公车政策 鼓励大家做大众结育系统 那同时达到低碳坚能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要推双十公车吃到饱 一头一时是10公里免费 第二个时是超过10公里 你如果乘费 譬如说一块你就六十块钱 乘费两块就六块钱 但是这个乘费十块以上 最多六十块 交通局说明市府强化公车路往整合 未来双十公车补助计价方式 恢复为人次补助 让客运业者更能依照市场需求来经营 而偏远路线沿易保留里程补助 或者借由黄金路线组合亏损路线等配套 让公车运量再成长 叫做环境改善年 所以我们陆续在做了这些补助机制改变之外 我们也在做了相关的机核制度 那事实上我们也跟业者在做这些讨论 甚至到明年度落实双十公车 需要一些后端系统的更改 也都在今年在进行 明年度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机制 落实所谓的公车运量要再提升 可是我们也要确保我们一些区域的基本民行 能够被满足 卢市长强调双十公车是下一个推动的重要政策 是全国首创也是全国最优惠 希望鼓励民众达成大众运输系统 照顾长距离乘客并造福偏乡民众 同时达到低碳节能的目标 建阳宗环台中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提供